说起东南亚地区的民族服装Kabaya 您会想到什么呢 是空姐的服装还是本地电视剧小娘惹呢 这种土生华人女性喜欢穿的传统服饰呢 就像是华人的旗袍一样 现在呢比较少人在日常生活里穿上了 然而呢关注传统文化传承和复兴的是大有人在 近年来呢就有不少的娘惹文化爱好者 将传统的娘惹服饰打造成为现代的时尚服饰 希望传统能够通过年轻人的注目而活得延续 今天的茶楼解码就要带您进一步认识传统娘惹服装的演变 戴黄色为主的上衣 薄薄的衣料 衣服下摆似有镂空绣花 整个色彩搭配和谐 配上紫色的沙龙长裙 整套服装艳丽但不失庄重 这是本地人熟悉的娘惹传统服装 妞妞可巴亚 巴巴娘惹是指在15世纪初到南洋一带从商的华人和当地女子结婚后生下的后代 娘惹常穿的服饰就是这可巴亚和沙龙长裙 不过最初的时候他们的服装比较保守 比较像阿拉伯早期的阿巴亚长照袍 他其实是从阿拉伯国家跟印度的那些回教徒的商人 来到东南亚各区的海港贸易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服装带到东南亚来 他的衣裳长到膝盖以下 因此最早期从阿巴亚演变成的娘惹服装 可说是这个巴珠攀长长袍 老一辈的娘惹有身份地位的长辈才会穿的长袍 所以你会发现到它是没有展现身材跟腰身的一个服装 所以穿起来就非常保守 后来经过西方的影响以及热带天气的考量 他们将长袍改短 到了1880年代左右 可巴亚广泛在印度尼西亚流行 而在荷兰统治印尼期间 荷兰人也开始和印尼贵族穿相似的可巴亚 但他们会在衣服边加上蕾丝 通常是白色上衣 凸显殖民者的身份 当时的土生华人也跟风 穿起相似的可巴亚 但他们巧妙地注入了华人色彩 那个时期的可巴亚 慢慢就开始有点转变 他们就开始有华人的那种风格的设计 在他们的衣服上面 这设计有孔雀跟菊花为主题的设计 所以可见它把华人的设计 跟欧洲的蕾丝全部融合在一起 30年代开始 你会发现到 可巴亚就开始越多颜色 衣服的修花就开始越来越花巧 衣服就开始比较修身 它的花会都是散播在它的身体的各处 这个就是当时游行的可巴亚 而到了五六十年代 可巴亚的设计加入公主线 凸显女性胸围和婀娜的曲线 另外花卉和落空刺绣 也开始聚集在衣服下摆 甚至延伸到胸下 到了现代 除了布料和手工制作方法的不同之外 也会加入一些现代元素 但黄俊荣表示 现在人们穿可巴亚 主要是出席聚会 庆典或特别场合 不像以前的人会把它当作日常服装 黄俊荣因此开始创造一些 融合现代元素的可巴亚 以吸引年轻人 我们请了五名修读服装设计的 年轻学生试穿几件 融合现代元素的可巴亚 问问他们的意见 清凉的无袖可巴亚 原本紧身的沙龙裙 变成了方便走路的开叉裙 以及鱼尾裙 就连变成晚礼服的拖地裙 也让人眼前一亮 我真的很喜欢它 我觉得它很好 因为它相处于 它是在上面的经常部分 和在上面的线 也就是用纯粹的裙子 在第一世纪 我们经常穿上衣裙 比较好 我们更好 比较好 黄俊荣的现代两褶装设计 就包括了裤子搭配可巴亚上衣 以及可巴亚上衣配上短裙等 这些都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穿上